大家好,现在是9月6号 德国总理麦克尔今天到北京访问 他当着李克强的面直接谈香港的问题 他希望中国政府要尊重中英联合声明 要尊重香港基本法赋予香港人的基本人权和各项的政治权利 尤其他强调必须要在对话的方式来解决香港的问题 而且示威者也应该参与到对话里面 绝对反对进行武力的镇压 他不仅当着李克强的面讲这个话 后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同样讲了这个话 记者会本来不允许国际记者参加 但是后来在德方的抗议下 德国的四个驻华记者比参与进去了 那么默克爱这次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讲话还是非常强硬的 他为什么这么强硬呢 原因就在于他在去中国之前在德国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可以说很多人要求他在北京一定要表现得非常的刚强 一定要拿出你德国总理的本色出来 这里面可以说是压力山大 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黄之锋为首的香港的这些人权人士 给默克爱就写了一个公开信 这个公开信前几天在网上传播的也比较多 信里面的主要的内容就是默克爱你作为一个东德受共产党独裁迫害的一个人士 你应该牢记共产党独裁的可怕性 你应该拿出勇气信心直面直接批评他的政治的专制 就香港问题你应该当着中国的独裁者们你应该提出来 否则你不配做一个以前东德的一个市民 然后在这个西德民主国家又成为一个元首 所以这个信也是比较强硬的 里面也提到了一个中国和德国之间的贸易的关系 特别提到就是德国你跟中国你不能陷入的胎生经济 如果陷入胎生的话就跟美国一样你会吃很多亏 因为中国是个不受信义的一个国家 那黄志峰他们的这个信呢是够严厉的 但是比这个信更加重磅更加严厉的是德国的大报 世界报他的主编呢舒斯特写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前几天呢简直就像一个原子弹一样 产生很大的震撼作用 那篇文章呢直接批评默克政府做法太虚伪虚假 然后呢必须要拿出真正的这个武器来对付中共 这篇文章主要讲的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这篇文章特别强调就是德国呢你一向批评美国 但是你根本就不敢批评中国 德国和欧盟一样啊天天指责美国啊 说美国你是准族主义啊 你川普上代之后在中东的问题 穆斯林问题上犯了很多的错啊 然后你这个跟中国打贸易战 用关税的措施啊不用 WTO这个国际组织单边主义这些都是不对的 所以说欧盟德国呢天天批美国 但是呢他们就是不敢批中国 那这是整个欧洲他们那个左派政治家的一个最大的特色 天天骂美国但是不敢骂中国 中国呢因为跟他们经济上有很大的这个利益的关系 所以这个主编呢把这个正向给戒破了 那第二呢这篇文章特别指出 就是说德国委员长针对香港的问题啊 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香港的局势现在越来越恶化 希望双方都能克制 这篇文章指出这句话完全是废话 而且对抗议者非常的不公 因为按照这句话呢 似乎呢双方都要承担责任 但实际上抗议者没有错 抗议者是因为中共专制和港府的蛮横呢 不得不起来反抗的 所以说你不能说双方都克制 最关键是你港府和北京你要克制 你不能使用暴力 你要答应人民的诉求 说双方保持克制啊 这样一个光滑掏垮实际上对抗议者不公 实际上完全是废话 而且呢极不公正 这呢就主编写的这个文章写的非常解气的 因为这个我们看到一般的国家 他们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都是这样一个 温吞水的一个姿态 实际上这就是纵容邪恶 对正义方啊是一个极大的污蔑 那么第三一点呢是更加的准暴 我们看到舒斯特就指出来 就是说德国不是没有武器 德国对付中国完全有武器 如果中国政府采取武力增压香港的措施 如果不遵守一国两制的话 那德国要跟台湾建教 那德国要承认达赖喇嘛是西藏国的领袖 所以这个两个重磅的原子弹给抛出来了 就是你默克尔德国总理有没有勇气 你当着中国的面就说 你如果在香港问题上处理不好 那我们就要跟中华民国在台湾 我们要跟他们建交 我要跟他复交 那这个是中共最忌讳的 如果中华民国台湾加入联合国 那这个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脸上打一个 种种奶光 对习近平这些人也是一个种种奶光 所以呢 这个台湾的问题他们是很忌讳的 那西藏更加忌讳 西藏在他们眼里啊 一直是口口声声就是他们的一个神 就是习近平他认为他自古就拥有了一个土地 打赖喇嘛在他们眼里就是个分裂分子 但是我们承认打赖喇嘛是西藏国的领袖 我们承认台湾是联合国的一员 那对中共呢 在政治上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所以这样一个重型的武器啊 我们必须要用 所以呢 舒斯特的这个文章呢 在德国社会在全世界引起广泛的影响 所以默克尔呢 他在来北京之前呢 确实是压力甚大 所以他必须要提出香港的问题 这次他有隐气啊 在当着李克强的面和记者会上都提到了香港的问题 确实还是不错 这是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以来 这个西方国家的领袖到北京呢 首次提出这么严厉的对北京在香港问题上的一个指责 那么李克强呢 就是那个非常圆滑的 当然他也是第一次作为常委级的人呢 在讲这个香港的问题 说香港的问题是我们中国人的问题 我们中国人有智慧来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支持港府啊 采取法治手段 止暴治乱等等 这就是这个李克强的一个姿态了 所以我们看到呢 默克尔这次行动是很不错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 中国和德国之间呢 他这个贸易确实是越来越紧密 有个数字就是去年呢 中国和德国的贸易额 达到了1800亿美元 那今年上半年 贸易额已经达到了1000亿美元 那再到年底的话 估计会超过2000亿美元 所以说现在中国是德国的最大的贸易国 德国呢 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啊 各种投资啊 都是屈之如乌啊 很想跟中国发展好经济关系 因为德国这几年 经济一直萎缩嘛 所以说经济对他们的诱惑力是非常大的 这一点跟美国是不一样 美国现在是全面的跟中国呢 经济上脱钩啊 不要想你中国来我们这投资 或者是我们的企业到你们那投资 是现在怎么样撤的问题 是现在把你们的这些产品怎么样 排斥出我们的 关口之外的问题 所以呢 欧盟包括德国呢 会在经济上吃中国的亏 现在是在尝这个甜头 但是再过一两年呢 他会吃到这个亏的时候 他才能反而悔悟 所以现在呢 欧盟在明显的拉美国的后腿 在对付中共专制上 肯定步调不一致 但是我相信呢 欧盟呢 在国家安全 在地缘政治 在这个人权 普世价值这方面 他会配合美国 制约中共的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今天呢 在这个香港本地的一些情况 我们知道撤回修理之后 港人的抗争呢 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更加的加增了 这是非常正确的 就是说撤回修理 反而标志了抗争是有效的 抗争是能让统治者是退步的 让他能够让步 抗争呢 能达到我们的要求 我们的五个要求里 已经实现了一个要求 所以说你第一个实现了 那第二个第三个 也会慢慢的 就有实现的可能性了 统治者 他的第一步他退缩了 那么第二步第三步 他也会节节败退 这就跟那个多米古牌一样 就是你牌啊 第一个牌倒了 那第二个第三个 一连串都会倒下去 所以说这撤回修理呢 绝对不要轻看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开端 证明我们的政策呢 非常的有用 非常的有效 我们要继续的这个 抗争下去 而且这种抗争呢 会 让这个统治者进行分化 这次呢 撤离呢 就是很显然 是在这个统治者 他这个薄弱的环节出问题了 这个薄弱的环节呢 就是港府 我们知道 港人抗议的两个对象 一个是港府 一个是北京 在港府和北京当中呢 港府呢 是冲在最前面的 港府呢 也是最软弱的 毕竟林郑是女性 毕竟她是香港人 所以说 她呢 在很多的问题上 跟北京呢 是不一样 她想撤离 但是北京不答应 所以她在 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 出兵又不能出兵 答应诉求 又不能答应诉求的情况下 她把她的 表达自己心声的 这个录音带给公布出来 这个对北京产生 巨大的一个压力 简直就是一个 并见一个逼宫呢 这样的话 他们内部就产生了风化 然后呢 中共不得不进行妥协 所以 这个看起来 好像是林郑 做了一定的作用 但实际上 这是在港府之外的 在香港大街上的 成千上万的抗议者 所起的最重要的作用 是抗争 引起了统治者的风化 就跟89年一样 89年天安门广场 几十万大学生 在那抗议 那统治者内部呢 肯定会发生 很多的一些政治 开明派和保守派 这个邓小平和 其他的成员 习中兴之间 矛盾会越来越激化 所以说抗争 另外一个作用 就会引起 统治者内部的一个风化 最后呢 是统治者里面 这些开明派呢 迎合民众的人呢 逐渐主导大局 最后呢 那会朝民众所渴望的方向发展 那么今天呢 抗争还在继续啊 作为这个 和理非 就是官方他批准的 一个集会 是在折弹花园 折弹花园呢 民众秩序啊 曾经上万的人去聚集 希望港府呢 来回应民众的五大诉求 五大诉求啊 缺一不可 而且呢 对这个被抓捕的啊 将近两千名人员呢 要有一个说法啊 而且今天呢 又有一个自杀的一个女性啊 这已经是第九个自杀的以死名制 这个让这个运动呢 更加的一个被撞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知道就是 这个太子战和旁边的这个望角警署啊 那今天出现了巨大的一个冲突啊 警察又放了撤裂弹 又开始抓捕人 原因是呢 有一个女孩呢 到这个太子战里面 我们知道在831那天呢 太子战里面 刚开始呢 这个民众和那些 反对这个民众的人呢 发生一些争执 但这个时候呢 望角警署的一大堆的警察就冲进来 在这个太子战地铁里面 就疯狂的打人啊 抓人 而且呢 突然把这个太子战关闭 关闭长达两三个小时 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说 在那两三小时里呢 打死了三个人 所以呢 今天有一个女孩呢 到地铁站 控制室呢 要求把那个 8月31号晚上的录像带 拿出来看一下 但是控制室肯定不给 他就跪在那 然后越来越多的民众就聚集的那 越来情绪越来越高昂 权气越来越激烈 后来跟警察也来控制局势 然后发生冲突 太子战关闭 他们又跑到这个望角警署 因为望角警署和太子战爱得非常近 发生了持续的抗争 后来呢 警察又派这个 就是释放催泪弹啊 很多的一些暴力行为 开始攻击这些抗争者 所以我们看到 在望角和周大幻影呢 是不同的一个景象 但这个不同的景象呢 都说明香港人 他的这种抗争呢 是永不止息 尤其是你这个撤离之后呢 更加鼓舞了人民的斗志 人们看到抗争是非常有效 非常有用 那我们会更加的来积极的介入 当然有一部分人呢 他们觉得撤离了就完了 但是更多数的人 看着抗争有用 那我们继续来加入进来 继续声淘 你港府这个不妥协 那么下一步呢 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 瞄准在第二项诉求 第一项诉求他已经答应了 那么第二项诉求是什么 就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调查这些警察的暴行 调查港警和中国公安部之间的勾结 调查港警和香港当地 那些黑社会的勾结 调查港警 他滥用这个暴力的问题 调查港警呢 做这个卧底的问题 调查港警自己扔那个汽油弹的问题 把那些港警的坏事 全都要调查出来 而且呢 独立调查委员会 绝对要取代那个 什么监禁会 那是他们自家人搞的 独立调查委员会 应该有 起码民主派的议员 要参与进来 起码有一些这个 受害者也应该参与进来 所以说 现在下一阶段的目标呢 应该朝向这个 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应该声讨警察的暴行 应该来调查警察的暴行 这个目标来进行 所以说 这样一种抗争运动啊 它不像革命 那革命呢 可能是拿着武器啊 一夜之间就把这个专制政府给推翻了 那个是非常容易的 但是呢 这种和平理性非暴力 就总体言的这种和平的抗亡运动 它是分阶段性的 第一个阶段实现目标 第二个阶段 它是逐步的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它不是一措一措 它不同意革命 革命也有革命的好处 一措一措一措 但是革命呢 也会带来很多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 这个非暴力抗暴呢 虽然时间漫长 但是它一步一步一步 最终呢 这个社会在最小的成本之下 实现这个转型 实现公平正义 所以我相信呢 朝第二个目标迈进 实现整个香港社会 能够出现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所以大家应该聚焦在这样一个目标之中 不大目标 不罢休 五大诉求 缺一不可 一定要战斗到底 因为我们的抗争呢 不是没效的 而是非常有效的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